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个条件是假定XT的希望和方差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个条件说的是XT的斜方差也是稳定的 它只与计算斜方差的时间间隔有关系 在三个条件当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 那么就可以说这个随机过程或者是时间序列 XT它不是斜方差平稳的 为什么要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呢 从理论上来说平稳性的话简化了大数定理或重新极限定理的一些要求 在我们做回归分析的时候 统计推断是基于变量的平稳性来展开的 从操作层面上来看 在回归分析的时候 如果变量之间它们具有平稳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计算这段时间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段时期内的样本来计算这种关系 然后把这种关系来帮它平移到其他时间上面去 如果这个变量之间它不是平稳的 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变化了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样本期内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移植到另一个时期上面去 来看几个平稳的时间序理 第一个例子 εt它是均值为0 方差为σ²的独立同分部序理 这样的序理就是一个斜方差平稳的序理 因为它的均值方差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由于它是独立的 所以它们的斜方差都是等于0的 所以独立同分部序理是一个斜方差平稳的序理 利用εt我们来生成数据xt xt由28次所产生 它是等于εt加上β1乘以εt-1 这里面要求β1的这样一个参数外 它的绝对值是小于0的 满足这样一个条件下 满足β1绝对值小于0的条件 就可以计算 xt这样一个时间序理 它也是斜方差平稳的 它满足均值方差 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它的斜方差呢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计算 还可以利用εt来产生一个新的时间序理 这个时间序理用yt来表示 yt等于ρ1倍的yt-1加上εt 这里面也要求细数ρ1的绝对值小于1 这个过程是一个自回归过程 而刚才的xt是一个移动平均过程 这样的时间序理 通过计算可以发现它们都是满足写方差平稳的 在自回归过程当中 我们把参数的 把参数的约束条件 ρ1的绝对值小于1 改成ρ1等于1 新的自回归过程 yt就等于yt-1加上εt 这样的数据生成过程 产生的时间序理yt 它还是平稳的吗 通过计算 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的yt 已经不再是写方差平稳的 因为yt的方差 它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可以把yt表示成y0加上 εt从1开始到t的一个球核 然后计算这个四值的方差 得到yt的方差等于7倍的sigma频道 我们可以发现 yt它不再是一个写方差平稳 仅仅是因为 回归的这个系数 ρ1又绝对值小于1 变成了ρ1等于1 这样一个变化 这个时候 yt就有一个平稳的过程 变成了一个非平稳的过程 当然这个yt呢 我们把它称作是随机游者 或者是说它是一个非平稳的单位跟过程 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能不能用来进行回归呢 在通常的情况下 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回归 可能会产生虚假回归的问题 什么是虚假回归 我们先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是教材里面提到的 用波特兰斯尼加伦的汽油价格 作为倍解释便量 用洛杉矶西方学院的半年学费 作为解释便量进行回归 回归之后 发现系数等于0.07 t值等于11.4 这表明学费对汽油价格 有显著的震的影响 但是从经济理论 或者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学费和汽油价格有直接关系吗 从逻辑上来说 它们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的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说是 它是这个例子呢 就是虚假回归的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 太阳黑子和股市的价格变化的一个关系 太阳黑子是物理学家观察到的 太阳上的时暴的药斑 它们产生的一种现象 它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通常以11年为一个周期 有的经济学家就把太阳黑子和股市的涨跌联系起来 进行回归 发现太阳黑子的这个变化 对股市的涨跌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这个回归也是属于虚假回归 因为太阳黑子能够帮助我们去预测股市的变化吗 很显然这是不行的 再来看一个模拟的例子 用摩托卡的方法 我们产生一些模拟的数据 U7和V7呢 都是来源于独立同分部的正态的随机变量 均 这个正态分部呢 是属于标准正态分部 可以产生500个样本 U7和V7 然后利用这个产生的500个样本的U7和V7 去利用产生的500个样本U7和V7 利用一些的自回归的数据生成过程 3020和3310 就得到了X7和Y7 X7和Y7进行回归 利用34是回归之后 就得到了回归的协力系数 β的值等于0.3376 它在T检验上面是统计上是显著的 我们可以看到 Ut和Vt是属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因为它是属于独立的同分部序列 在产生XYt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是一阶的自回归 系数为1 就得到了一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它是随机游者 随机游者跟随机游者之间的一个回归 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在随机游者本身是没有相关性的 导致的一个统计上的显著的相关 这就是虚假回归 产生虚假回归的本质原因 当然还是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 数据的非平稳性导致的 因为原来的回归 我们的统计推断是基于变量是平稳的进行去计算的 我们的T统计量我们的F统计量都是基于变量是平稳的 而现在我们说如果数据已经是非平稳的 如果数据已经是非平稳的 还用原来的这个T统计量或者是F统计量 它就不再属于原来的T分布或F分布 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值 所以就就是说 大量门统计推断下面的这种 大数定律啊 中心基线定律啊 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所以就导致了虚假回归这个现象的发生 那么是不是说 只要是非平稳的变量 就不能进行回归呢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需要去甄别 非平稳变量 回归之后 它如果是 长差训练是平稳的 那么它们是一个有意义的回归 如果它的长差训练是非平稳的 它就是一个 虚假回归 这个呢 就需要我们在后面学习 写整的回归之后 才进一步的认识到 前面我们在产生独立同分部的训练的时候 因为独立同分部训练来 它是斜方差平稳 我们把它的这个 斜方差平稳的这个阶数啊 称作是一个 灵阶的单阵 用爱宁来表示 而产生的这个 由独立同分部训练说 产生的随机游走 随机游走呢 它是非平稳的 我们把它的这个 阶数啊 称作是一阶的单阵 在产生随机游走的过程当中 细心的同学就可以发现 YT啊 它实际上是 嗯 EBSLT的一个累加 相当于我们把无 无数个的 嗯 斜方差平稳的变量把它加起来 就由 平稳变成了非平稳 就相当于是说 一个质变 一个量变 一个量的叠加 引起了一个值的变化 所以呢 弦方差平稳称作是单阵 那就相当于我们在积分 微积分里面的 积分的无穷小样 而 大微分过程 或者是随机游走过程 它是一阶的单阵 就是相当于把这些 无穷小样来 把它积分起来 积分起来 它就变成了 它的在量纲上来 就升到一起 所以我们就把它理解为 一阶的单阵 在我们以前学习的过程当中 用回归分析 建模的时候 输稳变量是非平稳的 我们通常是需要把它 进行一个擦分 擦分的过程 就是把 非平稳来 转换为平稳的一种处理方式 当然 我们怎么知道 哪些变量是平稳的 还是非平稳的呢 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 平稳性的检验 其中最 最著名的检验方法 就是单位病检验 ADF检验方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